為了丹田有力 所以我選擇跟傅院長不一樣 他做了我站得 今天我老了 丹田越來越弱 站起來才有力量 謝謝志強兄 自己一個人出錢出力 無比的熱情 把自己對民主的期待 民主的內涵 灌輸到下一代年輕朋友身上 真是了不起 各位民主學校所有的學員 各位新聞界的好朋友 為什麼來民主學校特別感動 因為你到南洋街去補習啊 你博改是高普考啊 什麼中醫師特考啊 土地帶出特考 你永遠找不到一個補習班 叫做如何當好一個民意代表 我想選民意代表 我到南洋街去報名啊 對不起 沒有這種補習班 所以培養下一代年輕朋友的責任在哪裡 這個變得很重要 政黨 國民黨培養自己的 民進黨培養自己的 民眾黨培養自己的 但是 今天國民黨志強委員一個人 出錢出力 會不會保證各位未來永遠是藍軍呢 不一定 也許 時間到了 想法變了 接觸人變了 欸 跳到白的或綠的 有可能呢 那綠的那邊在訓練 也沒可能他有一天會跳到藍的來 也有可能 所以 我為什麼要講這個例子 不是要給志強兄啊 撒一桶冰塊 人是逐步成長 一點一滴成熟 我也看過獨派啊 非常獨啊 幾代都是台獨啊 然後我一個好朋友 當教授 畢業的時候 帶到大陸去旅行啊 正好 遇到火車上一個車長小姐 高鐵上小姐 兩個談起戀愛來 然後咧 現在科技很進步啊 他這個女朋友 那個下一站到哪裡 他就從這裡坐飛機去配合 戀愛一談 結了婚 再也不搞態度了 因為愛情的魔力啊 比意識形態還要大 所以我講這個是說 你們要把心中一些掛愛也好 一些框架也好 一些固體具體的 但是未必成熟的思維先拋開 先拋開 你們年紀很輕 要像一個海綿一樣 吸收各種可能的知識 各種經驗 來充實自我 所以今天民主學校第四期 我講的跟江副院長不一樣 未來好幾天 很多委員來會講 含金量很高 但是像濃縮果汁一樣 立法院行政權 立法院調查權 立法院抄議協商 可能很多在座 聽得一知半解 為什麼 因為你沒有進去 你有的吸收力還不夠 你只能感覺好像那個很重要 但是離你很遙遠 所以我今天講的主題是 你為什麼要上民主學校 未來你有什麼人生計劃 如果你從事政治活動 你要具備什麼 你應該有什麼樣的想法 如果不從政 360行扣掉政治 還有359行 你就轉到其他跑道去 但是如果你要從政 羅茲強委員安排 這就有意義了 我們先把這個畫 講到這裡 每一個男孩子 我不是要分男女 在六歲的時候 看自己的爸爸 胡迪鐵金剛 超人 我父親就是超人 小時候幾個小男生 玩飛機飛 那是我爸爸開的 錯 那是我爸爸 那不是你爸爸 大家爭 因為都認為自己爸爸是超人 六歲的時候 男孩到十六歲 看到自己爸爸 什麼都不懂 老虎版 因為是叛逆 可是男孩子很奇怪 到了四十歲 再看自己爸爸 思考自己爸爸 一生的奮鬥 覺得了不起 思維會變 因為你經歷了社會人生的歷練之後 回過來看自己的父親 想法就變 我進立法院35歲 就像那十六歲小男生一樣 每天磨刀霍霍 第二天到立法院 就開始質詢 自己認為自己很了不起 天大地大 唯我最大 每天自己質詢 這個 批判官員 就像那個十六歲小 離開立法院 二十二年 我再回到立法院 給陳鋒大家的支持 有機會做立法院長 我現在想到四十歲 我要把這個心情講給你們 聽 有著就是你們 當我這段話 在你思考之中 有一天碰到了火花 你就知道 還讓他能講那個情境 我已經體會出來 我四十歲坐在那邊 主持院會的時候 看到立法委員諮詢 全台灣資源最多 行政權最大 掌控所有工部門的資源 行政院長 我真的感覺民族太了不起了 親愛的同學們 人民選出的國會議員 代表老百姓 監督一個全國資源最多的 透過工坊 透過媒體直播 全部海內外傳播出去 我突然覺得 哇 這個民族一步一步走來 真的是太偉大 太了不起 如果當年 我們還是一樣在立法院 始終做一個質詢者角色 我沒有坐在那個高高位 來看這個 親愛的同學們 我的思想未必會成熟 所以要告訴你們 今天台灣能夠走到2024年 這一步民主 你看看這個 不管是朝野協商 不管是吵架 不管是質詢 不管是提案 你在更高一個層次來看 真的是了不起 多難啊 你也知道英國國會 內閣是全世界的第一個國家 為什麼兩個議員辯論 一定要一個尺的距離 古時候 一言不合都帶配件 一刀就刺死對方了 所以規定 一劍之謠 所以民主一步一步走過來 我是民國 81年當立委 1992年 你們都還沒出生吧 那個時候 打架吵架 沒有停過 但是今天走到這裡 包括今天 好幾個民進黨立委 來跟我抗議什麼意思 我們都能夠理性對話 在過去是不可想像的 所以我今天連續這幾 四十多天來 主持這個院會 我突然就感覺 這個民主太了不起了 真的是太可貴 所以各位同學如果有志於 從事政治這個行業 你的初心 你的出發點是什麼 極為重要 而且這個最純真的一部分 這個靈魂 這個理想 永遠不要褪色 這是我良心的建議 當然有朝日明也好 立也好 厲害關係也好 偏了 那當初我們就失去 我們重生最原始的那個點 所以我用八個字 給所有想要從事政治活動的朋友 特別是年輕朋友 一個人要從事政治活動 一定要有複雜的腦 單純的心 我為什麼講這八個字 其實也是告訴我自己 因為很多 政事也好 工房也好 各方面的意識也好 很複雜 人也很複雜 你沒有複雜的腦 你沒辦法應付 你看我頭髮凸得這麼快 就是因為太早從症 很複雜 但是單純的心很重要 為什麼誘惑太多 當你的心 偏掉以後 你就容易 踏出去路 誤入歧途 所以如果你們今天 我可以給你們八個字 參考一下 複雜的腦 接受各種挑戰 單純的心 面對各種誘惑 這個是八個字的心理 可以考慮一下 第二 有錢的爸爸 有錢的家庭 有背景的 是一種 爸爸媽媽沒有辦法 很辛苦 拉拔我們長大 我想從症 我開始的第一個起跳點 我就吃虧怎麼辦 這裡就提供很好的借金 我們羅志強會員 所以民意代表有兩種 你要思考 如果有招醫生你要從症 第一種 鮮花 暖房裡培養的 一切 長輩都給你安排好了 你只要去登記 繳繳照片 然後弄幾個證件 你就出來 爸爸媽媽比你還急 爸爸媽媽選舉的時候 午覺都不敢睡 很辛苦 不 自己還可以睡個午覺 但自己孩子選的時候 爸媽連午覺都不敢睡 為什麼 父愛跟母愛 可是有一種 你沒有這麼辦 爸爸媽媽怎麼辦 你要靠自己 這叫第二種政治動物 叫野草 你要自己評估自己 我今天要參選這個位置 或者我當其他政治動物的助理 我的出身是 我必須要走鮮花的路 還是野草的路 野草 不靠天 不靠地 全靠自己就自己 你要確定這個原則 你們會不會覺得 這個韓院長跟媒體講的不太一樣 1450說 愛喝酒 大草包 愛爬樹 膝蓋走路 會知道 會知道 知道磨 等等 親愛的同學們 他們沒有看到事情的本質 我也很少做解釋 我也很少做解釋 我能講出這些話 這些內容 每一步 都是我自己流血流淚 走過來的 我今天提供給你們 你們自己去思考 第三 台中羅庭委立法委員 你們可以上網看一下 他提供了另外一條借金 他第一步當里長的助理 但是里長都沒有選上 先當里長做 若干年之後選上里長 借著自己認真努力 選上了台中市議員 這一次 選上了立法委員 什麼都沒有 我第一次見到他 在四年前到五年前 我在台中一個飯局 羅庭委來了 他那個時候 剛當議員 我沒有看過這樣的人 他人大概個子 大概一百七十一二吧 他背後背個東西 大概一百八到一百九吧 好大的一個牌 在後面就寫 羅庭委三個字 所以他跟你鞠躬的時候 後面的人頭雕像 就先鞠躬下來 為什麼 什麼都沒有 他要讓人印象深刻 他就像個鍋牛一樣 蝸牛一樣 背著這個 到哪裡去 晚上還會發亮 裡面還有燈 他讓選民認識 這個叫野草 靠自己 我們看看 現在 立法院非常有名 後子叫徐喬新 他奉行賣早餐 早餐店 早餐店的小朋友 有資源去選立法委員嗎 所以我們自己要思考 我們要走這條路 我們現在要從哪一條路走 我們要選什麼位置 我們要當什麼樣的助理 來走這條路走下去 這個非常非常重要 同學們 你們要謹記在心 第四條路 我們走這個 人生有三件事最重要 第一個 你出生什麼家庭 第二個 你跟誰結婚 第三個 你跟了什麼樣老闆 這是人生三件大事 你出生在王永慶的家 你要出來選舉 說實在 你比較輕重 你要出在一般庶民小老百姓的家庭 你出來選 你很辛苦 第二個就是結婚 在座大家大部分都沒有結婚 婚姻 會改變人後半輩子 這個是很重要 第三 跟對老闆 你要跟什麼樣老闆 他願意不願意請郎相送 他願意不願意無私的 把你培養長大 讓你堅強 這個都很重要 所以這一點你們要去選 這是第四條 第五條要請大家注意 如果我要從事政治這個活動 我可以判斷 衝突 批判 誘惑 挑戰 每天都有 無日無止 我該怎麼樣的 穩定的心心去面對 年輕的時候 血氣方剛 所以我現在看到年輕立委啊 吵架什麼 或者爆發很大的那個 像衝撞高張力的那種 我都笑一笑 那就是年輕的我 我年輕的時候這樣 無意不語啊 吵架 肢體碰撞 還是無意不語啊 甚至樂此不疲啊 現在年輕大戰回頭一看 哇 不是這個 老百姓不要這個 所以那天我在花蓮 我們國民黨的立委說 我心裡面的一句話 講給他們聽 萬里長城金猶寨 不見當年秦始皇 秦始皇政治人物啊 已經死了兩千多年了 萬里長城他政績啊 留下來 立法院 老百姓 不管你 有幾個秦始皇幾個厲害政治人物 老百姓在乎的是 你幫我們 帶給我們什麼樣的生活 帶給我們什麼樣的未來 老百姓他們是誰 我剛剛當立委 某一個立委 我不要講 拿個棒子質詢 要打行政院院長 那是叫連戰 他把棒子一衝 所有的警察都緊張了 然後開院會 那時候王金平是副院長 院長叫劉忠帆 他就拿個紅色的水桶往腦袋上一照 就把王金平做的意思聽 就把他照一個紅色的水桶 個兒又很小 整個照住 那一拔的時候 他用力把鼻血給拔出來了 但是同學們 在那一剎那 藉著這些高張力的動作 可能得到的美光燈 可能對自己某些選民有所交代 重點 重點 他為人民留下什麼 我說我很感慨 每次看到立百五這些 我們什麼時候能夠真正做一些福國立民的事情 還有下一代 我們很辛苦 那天我跟新加坡大使講話我都很尷尬 他們國民所得八萬美金 親愛同學 我們才三萬多 四十年前不是這樣子 新加坡在我們後面 他們現在八萬 還在往前衝 那我們咧 我們還繼續吵架 繼續動 繼續弄 所以我這次只提兩個案 很多人罵我 立法院院長不停的 過去有王靖民院長提過 我只提兩個重大案 因為我們人民需要一種振奮的感覺 需要看到希望 第一個案 環島高鐵 已經2024年了 2024年我們到現在全台灣一日生活圈 還沒有完成 完成三個小時 基隆 屏東 台東 花蓮 宜蘭 全部無死角 三個小時生活圈 這個還不做嗎 第二個 打通中央山脈 28公里 從南投 上街花蓮 下街台東 攻擊我們的人很窄 為了圖立花蓮 這條隧道 環島高鐵做完 各位同學們 我跟你保證 我已經在西方極樂世界了 阿彌陀佛已經把我接走了 如果做很多壞事就下地獄了 我死了 10年20年 但是我們要不要做 要的 當這個案子一推動 人民 一種很久的鬱悶會釋放出來 他看到台灣的希望 看到政府有魄力 讓台灣東部跟台灣西部 整個連成一線 人流物流 台中南投 苗栗 彰化 雲林 全部都同 怎麼可能只圖立一個花蓮 那看得太窄了 28公里 15分鐘就過了 在台中上班可以做花蓮 花蓮上班可以做台中 人流物流 車流金流 全面啟動 在家環島高鐵 這我就提這兩岸 以後再提第三岸的機會很小 很小 除非非常重大 像雙語立國 整個全台灣所有用的語言 就是中英文並重 像這麼重大的事情 我也許會破例 一般我不再提了 代表我重視這前兩項硬體建築 但你們下一代 你們現在一定要用中文 走遍華人圈 你們要用英文 挺進全世界 新加坡就最成功典範 典範 加上香港 如果你的英文不好 你出不了國際 你可以記得手機 集體翻譯的軟體 但是不真誠 你跟外國人接觸 透過一個機器這樣翻 你沒辦法水乳交流 所以未來下一代孩子 你們一定要記住 我們台灣資源什麼都沒有 我們沒有天然氣 沒有石油 沒有煤礦 什麼都沒有 沒有黃金 我們只有人才 而且台灣的土地只佔全世界萬分之三 萬分之三 台灣的人口 兩千三百萬 佔全世界千分之三 台灣的工業產品佔全世界百分之三 萬分之三的土地 千分之三的人口 百分之三的工業產品 這代表我們什麼 幾十年來台灣最厲害 就是人才 把自己培養成有用的人才 要從事政治活動 定好目標 找對好老闆 培養自己 充實自己 永遠不忘初心 太多老百姓過得太酷了 民意代表 選票來自人民 一定心心念念要謹記這個 幫著你多做一點事情 這是我心裡的話 我感覺好像我在講一言一言 但是我希望你們將來 從我們肩膀上踩過去 我們肩膀讓你們用 我們墊地好去 你們踩過去 而且將來 飛得比我們更高 比我們更強壯 比我們更有內涵 更能夠傑出的表現 這是我由衷的祝福 也要謝謝羅志強委員 連續辦這個民主學校 在你們的心中 在你們的腦海中 都一粒粒的種子都放下去 希望這個種子將來會發芽 會成長 會茁壯 將來賠個美麗的大樹 照耀的民眾 幫助更多辛苦的人民 而且更能夠讓我們的國家 更強更美好 大家一起加油 謝謝大家 祝福大家